镜头转回国内来 关心的是已孤艺人黄鸿生的追思音乐会 在晚间七点钟登场 由艺人吴宗献还有Kid共同主持 更需了解 包括了杨成林 肖敬腾等30组新友 都会以致辞或者是现场小鬼生前的音乐作品等方式来怀念他 而今天现场更是挤进了上千名粉丝 抢600个入场资格 在发号码牌的时候 更是爆发了卡位冲突 还有小朋友被推挤 场面一度相当混乱 上千位粉丝不断大喊排队 因为人人都想抢到限量600张的入场资格 三点拿票是用抢的还是 不是 我们会去整好才开始发 就在主办方预定下午三点要发放号码牌时 却有粉丝疑似趁乱卡位 过程中还有小孩遭到推挤 办单位说他们不认我们的号码 他们只发他们的号码牌 全部人都往前冲了 我们在这边我们就傻眼了 来插队他们还讲得很理直气壮 粉丝酒后的情绪随着插队卡位等状况一起爆发 主办方赶紧出面还讲 不要再鼓高了 冷静一点安心 索性在主办方和粉丝讨论后 现场重整进场秩序 凭手写号码和一张入场才结束混乱场面 就是不要掉了 先等他干 这一次音乐会现场挂起一张张小鬼生前的参校看板 场外也有电视墙同步转播场面画面 而音乐会将由艺人吴宗献和Kit共同主持 小鬼生前全内好友包括杨成林 徐渭宁 柯宁伦 萧敬腾等三十组艺人 也会轮番至词或现场 为了让粉丝追一小鬼 现场也发送新量一千张海报 应有小鬼生前写给粉丝的手写新片段 让粉丝们珍藏纪念 记者送不到